资深电影人张爱佳从2009年开办果实艺术创作营 招收全台湾对艺术创作有热情的高中生 今年特别从过去五届的学员中争选了32位 合力完成一出正式的售票演出 张爱佳说果实艺术创作营希望让高中生提早确立自己的兴趣还有目标 这次的正式演出让他们面对真实的舞台还有观众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 2009年资深电影人张爱佳为高中生开办果实艺术创作营 如今迈入第六年之际打破网年营对上课的方式 争选过去五届的32名学员 共同完成一场正式售票演出 我觉得他们今天任何的东西都是从零开始 而且在这么短时间之内 他们要把自己内心的故事挖出来 他们要表演 他们要面对所有其他 以前跟他们最不熟悉的东西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坚持做好一件事的不简单也是张爱佳想要交给孩子们的硬道理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因为艺术好像变得很简单 任何人就很简单 任何人拿起笔来可以画画 任何人拿起相机来可以照相 任何人都可以做记者 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东西 所有东西都变得太简单化了 那可是你要坚持一个工作 要把它做好 那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我家跟一般家庭不太一样 只是家里咬了许多的宠物 也有人说我家是个小型的动物园 我相信这批小朋友做完以后 你们如果去访问他们 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小朋友说他们不要再做艺术了 因为这次整个的面对现实 跟要做完一个整出真正对外的演出 他们发觉是多么的辛苦 走出营队的教室 透过完成一场正式售票演出与实际接轨 不只是让孩子们提早了解梦想的现实面 也让他们及早确立未来的方向 我不希望他们进去大学的四年是浪费掉 我宁愿希望说你们有机会进入艺术大学 你们要清楚 早一点清楚 你们自己要干什么 所以我才希望说从高中生做起 好几次你又走向我 忍不住脸红红 以时间作为主题 32名学员合力完成的创作 听我说故事 过去 现在 未来 从过去的儿时记忆 现在的青春爱恋 一直到未来的蓝图 看他们如何用戏剧 音乐 演绎梦想 在后一次十一加才学巧 提升很好的 现在等红红红红的我